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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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19是希望101年的目标 表示我当主席 我也认真在 我知道 不知道再漏水则已 既然知道漏水 应该想尽办法 把张罗一些钱 一些经费 一次解决不了 分做两年也好 不过叫你说 五百 五十五万户 每年只想办法 1.6万户 水跌楼啊 没差 今年台风 当然啦 天佑台湾 今年没风胎嘛 有时候风胎也不错 带来风飘的雨水 和我们的主席进账不少啊 但是在雨雨熊掌啊 到底台风来好 或是灾害好 所以很两难嘛 所以今年 特别特别 天佑台湾 没风胎 不过我是认为齁 咱期待每年都没有台风 但是没有台风 一定要有水库 或者漏水 咱 咱 咱开源节流 既然水库有问题 开源有问题 我们要节流啊 节流明明知道 有百分之二十一点都 在漏水啊 不得了啊 所以既然这样子 应该齁 想尽办法 张罗五百五十亿 如果马英九继续当选人论之后 我建议啊 筹筹一个五百五十亿的特别预算 这样齁 水没流 我想齁 大家 都有好处啊 因为将来 也要接管啊 为什么现在不做呢 所以 哦 那个 那个 署长 你认为如何 我和 你认为如何 是 呃 跟委员报告 自来水的漏水率的降低 现在确实是我们要集中火力来办理的这个项目 对 所以目前开始从一百零一年开始呢 自来水公司已经准备一年要自筹一百亿的预算 那这个是到民国一百一十年 那我们希望从一百亿一百亿的预算 五年半六年 就超过一千 就这十年下来会超过一千 假设马总统再继续连任的话 本期建议特别预算 两年三年两年的 重重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是怎么样改善漏水率的方法 这个一定要最近的短时间 好不好 第一点 另外那个好 署长你可以你可以下去了 那个我 我最近啊 因为我看到你的那个高雄市啊 现在高雄县市 那个邵河的故乡啊 高雄县 就变成高雄市了 不过还有 多少在没有接自来水 四万一啊 高雄市普及率百分之九十五 九十五 九十五 还有五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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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几万颗 我这共水 他多六下 高雄市五下啦 高雄市对 高雄市的共水人口数有两百六十四万 好像有四万一嘛 四万一千五 对 是这样子 我是认为因为像我 这一两个二两三个二 我到走访 以前的高雄县镜 现在高雄市啦 实在是很很糟糕啊 到处没有自来水啊 当然我想 经费有限也不能普及天下 普度众生啊 我们希望尽早 因为 有自来水 所谓自来水就是 一打开就有了 就是自己来的啊 但是 他刚才吴清史说的 中少爺的故乡我去看 不可能自来啊 你想办法 生活很痛苦啊 包括洗澡生活 煮饭丁丁啊 所以我想哦 尽量在 山区哦 更 遠的山区 或是山上等等哦 敢想办法啦 因为 我们要给最困难的 那的 那的乡亲哦 敢想办法啦 好不好 你不要说 由 由城市然后再到 这边缘地区 应该改变思维 如果要做水哦 你的乡村哦 那边缘地区 边缘地带 先 给他哦 自来水 第一点 第二点如果有工业区 附近范围 因为怕地下污染的问题 也要尽早 哦 你知道吗 啊说我是认为哦 像那个陵远地区 我是看到中国时报 所以我 两个梨 五湖梨跟西州梨啊 有两千几栋 他们依照那个 自来水水会 水那个 清洁会征收 发现 两千几栋 两千几栋啊 我去看了 我 我当然现在 我主动帮忙了 所以 李政说啊 我不帮你啊 不是我的山区你来帮忙 我说哦 不用得帮帮我 刚刚我在经济委会 可以帮一点小忙 所以我是建议哦 又先顺 你要跟我 好好来 我剩下时间来 来少和 不好意思 那个 两分钟的时间